別擦別人怎麼說 說我是要說的話 青少年關注社會議題 卻沒有足夠的發聲管道 公共電視台製播的青春發言人 就特別以國高中生的視角 來深入探討跟青少年相關的各種議題 也積極從新媒體管道 來吸引更多青少年觀眾 在台灣做耳少節目的資源真的蠻少的 然後也有點辛苦 因為我們節目除了在電視的平台播出外 就也非常努力 就希望能夠在YouTube、IG甚至臉書上 就是也能夠找到更多青少年觀眾 那我覺得這個嘗試對我們來說是蠻新的嘗試 所以做起來特別辛苦 所以能夠得獎會覺得非常的榮幸 然後也被鼓勵可以繼續走下去這樣 我們節目會大量的去拍青少年 就是我們訪問或者是我們所有的故事 都是以國中生、高中生為主角 那我覺得因為講的就是他們自己的故事 他不會像可能在YouTube或電視上 他看到的都是成人 他可以看到他跟他同年齡的人 在做什麼想什麼 他們的故事是什麼 那在YouTube 就是我們也很努力去 就是我們可能 我們要找一些名人或是藝人 明星的時候 我們也會很努力去找他們現在在看的YouTuber 就是不會是去找電視上的歌手或什麼的 我們會很努力去找他們現在喜歡的YouTuber啊 那才是他們生活最常接近的嘛 對 其實最重要我覺得是更希望有更多人來做啦 就是我覺得就是當越來越多人或是媒體 就是或是電視台 然後或是甚至YouTube的網路的平台 大家願意更投注資源在兒哨節目上的時候 我相信一定會引發一個好的循環 就是有越多的資源就會有越多的人才投入 那就會創造出越好的節目 然後我覺得兒哨節目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也非常希望未來真的能夠 我們做的節目能夠讓台灣的兒童跟青少年 都非常願意收看 因為可能就是真的是為他們而做的節目這樣子 節目單位投入心血製作兒哨節目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也大力推薦 優質兒哨五星節目 歡迎民眾踴躍收看支持優質的兒哨節目 同時媒觀也特別感謝中家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參與贊助經費 持續支持優質的兒哨節目五星獎活動 一起來關注兒哨的傳播權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聽說這是老匯要在做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